四組包括我去了桂州大學獎的總決賽 至於香港資訊和通訊獎 地點就是數碼檔 就是用了一個演講和這個資產 那其實當初為何你會參加這兩個比賽 當初是透過我們CS部門的資訊 有這兩個比賽 和我的Smallizer兩名博士去商量博士後 發覺這也是一個好的機會 很感謝他推薦了我參加這兩個比賽 那在這個比賽的過程之中 有沒有看到一些很特別的東西呢? 那首先就會學到練習到我的演講技巧 我們需要利用兩名三名去向我們的裁判去演講 其實也都學到怎樣向一些公眾 一些非專業人士 怎樣可以講解到令他們明白我們的作品呢? 而也是一個好的機會去讓我們知道 不同的地區做一些的人去 他現在是做了些什麼呢? 他們有些藏身的風氣會有這個程度呢? 那最後也都很開心 因為到時去貴州的機票 那些是有不大會擇狀 那是不用事 看來真的很有趣 我都很想馬上去參加比賽 今天麻煩你跟我們分享你的經驗 好的 大家好 我叫做Howard Leung 今天就是負責講解我們在CS Department 裡面 有一些有趣的Project 是關於Motion Capture的三維動態揭取 那未講之前或者想有個問題問問大家 我相信大家都會看過這套電影阿凡達的 那其實大家又知不知道 製作這個阿凡達裡面的辣美人 究竟是要用什麼技術呢? 那就給大家四個選擇 第一就是卡通人品服裝 意思就是說其實就是找一些演員 就是戴著個面具呀 穿著套衣服呀 接著插著一些道具 這樣去拍他們呀 是不是這樣呢? 還是B 人體化妝 大家有沒有看之前全家福祿秀呀? 看不見到這個? 這個 這個看不見到嗎? 看不見到嗎? 先看看 這個 這個 試試看第二點 這個 其實是用人去噴一些東西 是不是這樣呢? 又或者第三 不需要任何技術 其實真的有個潘朵 你們回到外星 他們是外星拍攝的 那就找那些人拍 還是第四 是用了這個三維動態揭取技術呢? 大家知道答案嗎? C C C 是這個最後答案 答案嗎? 是嗎? 最後答案 看吧 哦 原來答案是D 應用了這個三維動態揭取技術的 或者我們看一下 這個阿蘭達的拍攝花 所以我們看一下它怎麼製造 那其實就是這個演員 上面就是黏著一些點點 接著另外穿了一件衣服 有些marker 那樣的 而另外也有些鏡頭拍攝著它 其實是捕捉了它的面部表情之外 它的肢體動作也會捕捉了 那其實它在那個lab裡面這樣做的 其實在那個lab裡面 什麼都沒有 只是揭取了它們的動作 接著做一些分析 這樣 接著之後就是一個 用動畫形式可以顯示 個人的動作出來 那你見到是很真實 跟以前我們不用很滑的那些 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就是阿蘭達的製作 其實除了阿蘭達之外 其實除了阿蘭達之外 還有其他電影都應用過這個技術 例如之前不可以介意 製作Guru的時候 其實都是有個意願 做一些動作去捕捉了它 又或者前幾年的 不潔快車 這個動畫片 其實都是Tom Hanks 所有的卡通人物都是Tom Hanks 扮出來的 又或者之前的加勒肥海 摩托黃書記之前 都有應用了這個技術 好 其實我們成大 在我們的電腦科學系 CX Department裡面 都有一個實驗室 其實就是這個 這個在我們下面一樓 如果大家有 待會有時間都可以參觀 我們的實驗室裡面 有什麼設備呢 第一 就是看到這位同學 他身上穿了一件衣服 是很緊身的 因為其實光點要很近 他的身體 要穿緊身衣 上面有一些光學標記 跟著 另外 其實在牆上 亦都有一些攝錄機 在這裏 攝錄機 就會射一些光 下去 跟著 它的光學標記 就會反回那些光 反回那些攝錄機 有幾部攝錄機 看到同一個光學標記 就會知道它的三維位置 跟著 這位同學 就可以在這個活動範圍裡面 周圍動 跟著我們的系統 就會知道 他們的活動 跟著 那三維動態 是怎樣的 跟著那個過程 就是首先 剛才說了 揭取了這些人 揭取了這些人的動作 他們要動 不止一個人 可以兩個人 同時揭取兩個人的動作 跟著 電腦就會看到 他們的點點 即是光學標記 做了一個人的骨架出來 之後套上一個公仔 就可以做了一個動畫出來 好了 看一個例子 那這位同學 其實他有吃少許功夫 我們找他揭取一些動作 之後 就是做一個動畫 一個忍者 去顯示出來 周圍可以放一些不同的 三維的物件 在一個虛擾環境裡面 是很感激的 他真的會打工夫 不是假裝的 假裝不到 其實除了套在這些 隱者腹 另外我們可以套在不同的動物 你看看 這裡套在一個恐龍身上 也可以 起碼你看著腳 其實可以知道 他正在做 這隻狂擾環境 做回了這個 功夫的動作 當然 問題就是 為什麼好像 也不是很像 因為恐龍的手 就太小了 這樣動 你不太能看到 在這裡 你看到 如果恐龍真的這麼大 功夫也不會很好打 因為手太小了 好 接著 看完簡介了 怎樣做動畫之後 其實我們的實驗室 在前幾年的暑假 都會開放給一些中學生 有些工作方 給他們 讓他們知道這個三維動態 揭取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就會有一個主題 在2009年的暑假 我們的主題就是 齊來重顯你最喜愛的電視廣告 就是叫他們 找一個電視廣告 他們喜歡的 就重造出來 這樣 接著我們幫他們 撤除動作 之後幫他們 做動畫出來 這樣就分組 其實這個過程 就是 首先他們要 幫他們分組 分開兩組 每一組 討論做什麼動作 接著他們要自己 設計動作 接著到設計好了 就真的幫他們 揭取動作 接著就 之後要他們 配合音 在短片裡 配合音 到最後 就會 補一些獎品 給他們 如果是做得好的 就有大獎 做得沒有那麼好的 就有小獎 補給他們 看看我們2009年 他們做了一些 什麼 短片出來 首先我們想 看看 上面的 這裏 這裏 是原本的廣告 原本的冷氣機廣告 就是這樣 我相信 應該很多人都見過這個廣告 對吧 接著下面 就是 那些學生做的時候 我們 截取了 人體骨架 就是這樣的 那些學生做的 就是這樣的 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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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這裏 就是 之後 做了一個動畫 就是這樣 你看到 我們是根據 它的動作 之後 做出來的動畫 這個 聲音 都其實是 學生自己的 一般 其實還有別的 例如 這個廣告 這個 舊的廣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裏 這裏就是結果 如果有牛奶氣 朱古力麵沒有爭氣 哈哈 等到 朱古力麵花 和牛奶麵 又不爭氣 你看到 你真的是 拿著一條棍子 這裏就是 用國文去代表 那裏就是 用國文去代表 第三個就是 這個 如果大家有玩遊戲 都可能玩過這個 黃色的遊戲 紅色的遊戲 紅色的遊戲 然後 看看你們做了些什麼 好 當然 他們可能是說 在一個小時之內 要排好段落的 當然沒有跳得好像 真實廣告那麽厲害 但是都幾齊 然後在2008年 其實我們的主題又不同了 因為2008大家知道嗎 是北京奧運 於是我們有主題 都要用 這個奧運 是 進在城大 來做主題 讓你們想想 關於 和奧運有關的 短片 所以 所以 在動畫製作 其實我們可以有其他東西 即是 我們自己加進去 可以 配音 都是 中學生自己配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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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好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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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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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第二組 你看到他們 在做了些動作 現在輪到第一號選手 進行第二次跳 鯛 鯛 鯛 炸死人 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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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的主題就是一切來製作經典動畫 他們就要想像電影的其中一段 看到這裡 我們需要看到有時有轉門 幫他轉 其實在這個揭取範圍 電腦指揮是看到這兩個人 穿了緊身衣上 有些光光標記的 其他工作人員在電腦上不會見到 所以沒有問題 其實可以下劍 都可以結合那個位置 在動畫時可以加一些後期的效果 那一年 我們的主題就是經典電影 很多人都打算打架的間斷 不知不解 現在翻起來 我來 我還沒出招 我還沒想到你 又來 又來 YES 3年 7年 7年都來 今天我最多可以在這段影片看見你 我這個 B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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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些只是帮你确定你的脚踩得正硬 但是就不会告诉你你真的要跳舞 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 就是你真的懂得跳舞 而我们的系统就会应用到 这个三维揭嘴系统 就是帮你做一个全身的分析 看看每一个肢体 会不会有些动作做得不太好 其实这个项目之前都参加了一些比赛 而是母线也来过我们访问的 在2008年那里 是3月在基休一组那里播放过的 或者我们看一看那段片 就会介绍一下我们的母道教学系统 这个节目应该是年轻人 那我相信你们都应该看过或者听过的 喂 先生 为什么要穿成这样才学跳舞呢 没有那么多 总之一会儿 如果学上有老师跳 就跟着他跳 準備好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只要你跟着电脑里面的虚仪老师跳舞 那安装在场上的七个红外线相机 就会探测得到你身上的35个光级标记的异动情况 就会变得到你身上的 哇 这些东西我帮你跳得那么差啊 什么呀 第一次跳出来是这样的 那不合逼的 喂 哪有呢 那跳完之后怎么样 那场上的红外线相机呢 已经将你刚才跳舞时的影像 转变成3V图像的了 再用慢镜过来刚才跳舞的姿势出来 和专业的母子分析比较 不同颜色就代表你动作的准确度 红色就代表动作错误 绿色就代表一般 蓝色就代表好 而黄色就是最好 你对你见到红色 不是哦 黄色多点 那最后电脑呢 就会计算出你身体不同无为的 母子正确程度 你看你的手腕 大腿身球的姿势多差 总成只有33% 带你来拿电集多点 喂 珊珊 你这个电脑的电脑很厉害 好像真人教我一样 是的 这个自学舞蹈系统呢 是这家大学的毕业生存中 两年时间研究出来的 不单单这样 他还拿了香港资讯和通讯科技 最佳创新的研究奖 他夹大中和大学中同了 他这么厉害 那他为什么当初在这个扣诗呢 那我不知道 不如这样吧 我介绍他给你认识 有什么不同的小分角 好 不认识 拜拜 这位呢 就发明这个系统的 陈浙班和韩珠奇 你好 你好 这个发明很实用 他可以教你做一些武器 我真想闻 你当初为什么在这个扣诗呢 其实这个扣诗呢 这个是宁愿的武器 在上面做这个不连功课的时候呢 我就发觉我可以利用到 三维动态的技术 再加上跳舞的概念 去研发一个给大家示范跳舞的系统 那有没有什么地方 觉得需要改善的呢 我们现在呢 可以加上一个模式电影技术 将一大件的舞步 斩开做不同的基本步 跟着呢 再跟着基本步的深浅度 再加上一个过程 令到你的同学可以更有力 去学习武器 那些部队的舞者 除了开跳舞 会不会更容易用在其他地方的呢 嗯 其实其他分支体统级的问题 我都可以用到的 例如说 现在这样 都可以带到这个 舞动架 那里 嗯 挺好的 这个呢 咦 是的 谢谢你啊 Jicky 好 好了 那刚才片段都提到了 其实呢 我们的毕业生 这个是我们的毕业生 他也都参加过不同比赛 也都得过奖的 那之后呢 是不同的报纸 和雜誌 都有访问过他的 而这位学生呢 毕业之后呢 现在其实是跟着我做博士生的 第一年 那好了 那我们简介了 我们的揭掌系统 介绍一下 我们的工作坊 那些片段 那还有我们 简介了个舞蹈教学系统的 那如果大家有点 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 再去 再详细一下 看回我们的 有些什么活动 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欢迎 随时联络我 那到最后呢 就是 如果大家有时间 都可以真是亲身来 看我们的实时的示范 我们的一楼 或者大家可以先参观 二楼 我们的电脑科学系 的实验室 那接着 最后我要多谢 我们的一班 帮我手的学生 那有些是我的博士生 那其他这些呢 就是一年班 和二年班的大学生 那刚才你们看到的那些片段 就是那些动画呢 都是他们帮忙 是负责制作的 那所以呢 其实他们在这里 都可以学到 不同的技术 关于这个三维动态 揭取或者做动画的 那或者 今天的talk就讲到这里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OK 好 多谢大家 Thank you 谢谢大家